來, 二妹 二妹 媽, 姐姐不回來了 她搬了行李進房間, 在收拾 行李?她要搬回來嗎? 對, 她說跟阿東在搞離婚 就搬回來住 他們倆一向都好好的 怎麼會突然搞離婚呢? 她也不是第一次的, 好像有幫人 怎麼會這樣? 爸爸, 我也跟你說了 我們不是一直好好的 是我沒跟你們說而已 我知道你們之前找過阿東 是我叫他不要見你們住的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應該讓我回來香港 親自跟你們交代一聲 你已經這麼大了 你選擇走這條路一定有你的原因 我們做父母的只有支持你 不是說我們是要插著腳加把嘴 每樣都管著你們 我們在乎要知道 你們相信我, 不是藉口也不是謊言 我們相處不了就相處不了 我們也不想勉強大家 既然如此, 就做回朋友 我想我們這樣會比較自在 其實你不做天君, 我就覺得有點不妥 道理, 你老老實說 你是不是在外面掃什麼委屈? 是不是阿東…她是另一個女人? 就像以前阿添的那個臭小子一樣 爸爸, 你別說得這麼誇張 我擔心事實就這麼誇張 姐姐剛才回來 這些事稍後再說吧 稍後? 姐姐, 爸爸跟你吵架那麼多時間 遲點才問嘛 又沒心情也好, 飯總要吃的 你來幫我煮飯 怎麼樣?腸子是不是舊了一點? 不如這樣吧, 我明天找個師傅來看看 換個身色吧 我不是介意這些事, 我在笑著我自己 幾十歲人都要搬回來外家而已 事件都發生了, 你也估計不到的 我知道你見過阿東 我回來之前找過他 他告訴我, 已經把所有事都告訴你 是否覺得所有事都是我自己拿來的 我只是覺得你很傻 我不知道 我也希望可以像你那樣 懂得說一句, 我真是傻 算了, 都去到這樣的程度 看回頭也不如看看將來是怎樣 將來的事? 再說, 姐姐, 你真的會和Sunny離婚? 是不是我說得太多謊言 你開始不相信我呢? 其實無論如何 我和阿東都有一個解決 既然事情變成這樣 就索性解決了它 反正我們不是一對真正的夫妻 上律師樓簽我紙就可以搞定 我本來最怕五媽她因為這樣 會打破沙盤, 紋得冰 幸好剛才她沒再紋下去 讓我可以煩小人 那倒是 這兩年來, 媽都把全部的心機 放在桌上 很少管我們三姐妹的事 是, 我知道五媽她變了 或者反過來說 變的可能是我們三姐妹 我們三姐妹的關係變得越來越差 甚至有時候根本不當對方的姐妹 善敏感, 媽想你又管得多少 我這次回來有兩句話很想跟你說 第一句是謝謝, 第二句是對不起 我謝謝你沒有跟她說 最後她出賣老爺的事 是, 或者你不喜歡聽 但是到現在我都沒有後悔過 之前幫上桌上我這麼多事 我只是後悔為了維護她 而曾經跟你喊過交 我想跟你說, 人們會變的 可以變得壞, 亦可以變得很好 希望的, 希望吧 我猜在五媽和阿爸的眼中 到頭來會寧願恨我任性 都好過是你不好 所以你放心, 這次說離婚 你在他們的心目中 怎麼都不會透婚 你以為我真的會為了這些事 整個行走不出城嗎 我知道我做事很任性 有很多事我都這樣做就做 對人很不公平, 我知道 我沒怪你 我說的不止你一個 你還沒問我 問你甚麼 Kelvin 你自教她去哪兒 我知道 那倒是 連你也不知道她去哪兒 我為甚麼要問你 現在每天, 我看見每一個人 如果她是認識Kelvin的 我都會問她知不知道Kelvin在哪兒 我很想知道 你還會不關心Kelvin 這位男男生老爺仇人 一個都坐東, 一個都坐西 真是不像樣 你帶上一陣女人的香水味來宮 就不像樣了 有客渡 來賓請留步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家屬謝禮 楊先生 阿倫,今天來的人都是演戲 誰真有心 既然是這樣,那不送了 那不行 不做給你看 也要做給其他學家看 她正如你幫我大哥 和你的媽媽有六一圓 她還是想在你爸爸面前做個孝順仔 到底是誰跟你說話的?Elise? 放心,今天是你家的白事 你幫我大哥的事,我沒有計劃你 石泰串,你聽我說 他們倆人孫 努力點做好嘗嘗他 你和你的媽媽還有排隊 出來一點 你真是覺得 對著我們抬不起頭的就走 沒所謂的 我真是很希望 最後是你鬥贏他 說實在男人也不喜歡帶女人 來賓請上前鞠躬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家屬謝禮 我拿著另一鞠躬 那你的Viu是否真是忙得這麼淒涼 來到還沒坐穩就走 這麼大人 連一點人情細菇都不認識 你去探望婆婆的時候 不要再說這些話 不然Will真的這麼忙 媽媽,你很累嗎?沒事 阿游,我們都來了一整天 不如先出去吃點東西 對了,嫂嫂 如果你打算今晚留在這裡幫忙 現在應該出去吃點東西 休息一下才行 對嗎?不如叫姐姐陪你出去吃點東西 我們陪上來就可以了 Hello,北美的朋友 快點追蹤北美TVB USA 官方頻道吧 TVB精彩節目片段 每天更新,隨時隨地 最貼節目和藝人的消息